大家好,今星期我會做兩種不同的麵包 一種是小餐包,一種是辣的腸仔包 如果你們喜歡辣辣的又香的話,這就是首選了 現在來做一個湯種 首先將麵粉和水倒在鍋裡 然後開慢火慢慢煮 煮至變成糊狀為止 煮到這個狀態就可以了 現在將它抖起,放在碗裡放涼 今天的麵包我會用機器代替人手 首先倒入高筋麵粉 糖 鹽 乾奶粉 還有發粉 將所有乾的材料輕輕攪拌一下 然後再加入濕的材料 牛奶 雞蛋 雞蛋 還有攤凍了的湯種 現在用低的速度把所有材料輕輕攪拌均勻 因為我們有些乾的材料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開得太高速的話 就會飛到哪一處都是 現在見到所有材料都黏在一起了 那我就將速度調到4 快點 現在加入牛油 現在加入牛油 將速度調到6 更加快點 繼續打這個麵糰 打到盆子是乾淨的 現在這個麵糰就差不多了 看看狀態先 麵糰你可以拉開一個薄網 而且如果它斷開有切口的話 切口是整齊的話 即是這個麵糰已經可以了 把它整理一下 放在大盆子裡 將麵糰發到兩倍大 用一塊乾淨的布蓋住 我用了大概45分鐘的時間 麵糰已經發到兩倍大 用手指睹在麵糰的中間 如果它不反彈的話 即是這個麵糰已經發好了 現在我們處理一半的麵糰先 將另外一半的麵糰放在盆子裡 用一塊布蓋住 這樣可以防止它變乾 我會將一半的麵糰分成9個小麵糰 每一個是75株左右 準備一個焗盆 鋪上一張烘焙紙 現在來處理小麵糰 右手輕輕搓它排一排氣 左手不斷地把小麵糰的邊 向入邊折 用右手手掌心帶動球去轉動 這樣這個小麵糰就很容易變成圓形 把整理好的小麵糰就放在焗盆裡 這樣每一個麵糰之間有少少空冷 我這個盆可以放到9個 然後用一塊布蓋住 進行第二次的發麵 準備另一個焗盆 放上一張烘焙紙 將剩餘的麵糰 我會做成四個辣腸仔包 現在把它搓完 然後用兩隻手按扁 這樣就變成橢圓形的包 這樣就變成橢圓形的包 好了,四個包都定了形 我們現在用一塊布蓋住它 進行第二次的繩法 在這個時間 我會準備一些小辣腸仔 就是我用這一種辣腸 將它切片 然後再切一些蔥粒 再準備一些芝士 現在來看看小餐包 第二次的繩法完成了 小餐包大了一半 現在塗上蛋液 再灑上生芝麻 這樣就開始入焗爐焗 我會360度大約焗20分鐘 在焗小餐包的同時 另外一盤的辣腸仔包 第二次發麵也發好了 比之前也是大了 現在用一把剪刀在中間剪開 可以剪深一點,但不要剪斷 塗上蛋液 放上辣腸仔片 再放蔥粒 最後放芝士 好了,準備好了 一會兒可以進焗爐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小餐包就焗好了 顏色非常漂亮 還有芝麻吃起來很香 現在把辣腸仔包放入焗爐 350度大約焗20分鐘 因為每一個焗爐的溫度都不同 所以你們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焗爐的溫度 好了,現在焗好了 把包拿出來 新鮮出爐的辣腸仔包就完成了 這個包味道香辣,而且非常鬆軟 小餐包可以做早餐,非常之百搭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也嘗試做這個麵包 多謝你們收看我的頻道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星期再見